复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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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复聯會 這個富有歷史的脈絡的組織 資產早已被淨於很久 就像年老的富人 不管做過多少善心好事 終究拼不過情勢比人強的無奈 他被民進黨成立的黨產會 貼上標籤歸納為 國民黨附水組織的复聯會 死要錢的复聯會 搜刮民財的复聯會 复聯會對上黨產會 婦女大戰怪獸注定要輸 也打算繳納大部分的資產了事 被打了一巴掌污了聲 再奉上錢財說聲謝謝 复聯會也認了 也累了 但無論如何 這個組織的資金來源 不應該被誤解 過去為社會所做的貢獻 也不應該被遺忘 他是怎麼來的呢 民國38年國民黨政府遷台 當時兩岸時局緊張官兵 及眷屬的生活極為困難 為此講公的老婆 宋美玲女士 於民國39年成立中華婦女反共抗二聯合會 民國79年依人民團體法 申請設立政治團體 民國85年更名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他傳說中的繞軍捐是打哪來的呢 民國46年到78年 民間的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自發性決議要捐款繞軍 這是進出口商界的愛國捐獻 不是政府的稅捐 且在國防部指導監督下 由婦聯會和軍人資友社運用捐款執行 公會每年都決議捐款年年結算 其後台灣經濟發展國家趨勢安定 捐款比率逐次降低 自民國78年7月即全部停止辦理 所以這並非國家稅收或不樂職捐 婦聯會自民國39年成立以來 於民國40年發起保護養女運動 民國42年成立惠佑托兒所 民國44年成立華新育幼院 民國45年筹建軍捐宿宅 民國56年小兒麻痹在台灣肆虐 創辦振興復健醫學中心 民國75年捐款國內韋恩颱風 金台幣200萬元 民國76年捐款林恩颱風300萬 民國83年捐款812水災2000萬元 民國85年創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復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民國85年捐款赫博颱風 新台幣5000萬元 民國89年捐款921震災專戶 即新台幣1億元 民國90年頒證高中職學生就學補助金 民國90年納利颱風捐款台北市政府 1000萬元救災 民國91年開放花蓮縣山區國中小學 營養午餐補助 民國92年資源抗SARS捐款口罩 水瘟溫錡及耳溫槍 民國93年聯合中華民國 紅十字總會推動 照顧服務員訓練與服務計劃 民進黨完全執政一黨獨大 要抄誰的家早已沒辦法獨黨 歷史的淵源難以道盡 幾十年前的每一筆帳單 該向何處找尋 政治的鬥爭縱使是一場成王敗寇 但是這個社會的溫馨和善舉 不應該被抹黑和汙滅 復聯會不論你選擇為名譽而戰 或者被迫消失 讓我們向你為過去對社會 對軍捲對弱勢孩童 對學子的奉獻道聲感謝 對台灣的恩我們永遠不會忘